總召 把握投票前的星期五晚間 借用市長謝國良走上街請託 立憑反罷免 總召傅昆琦也親率十五名欄尾 跟在旁邊 還有林憲齊委員 還有我們新議會國民黨 總統徐曉昕 點了一輪名 就是忘了點到徐曉昕 徐曉昕尷尬比了比自己 謝國良這才熊熊想起 小插曲可讓副總召笑得很開心 我們不希望平凡的罷免 我們不希望惡意的想要重選 韓辦是告訴我說 他們明天下午能夠過來 協助我們來掃街 我非常的遺憾 用國家的力量來對付一個 想要做事 而且認真做事的市長 顧良最後關頭打出韓院長牌 還把矛頭指向執政黨 不過同一時間 霸凌團體也同樣努力催票 長長的車隊掃街高舉霸凌旗幟宣傳 超顯眼還請來神秘嘉賓 一位基隆女婿 我老婆是基隆人 那不管是這種阿拔的這種執法的方式 又或者說呢 土地的特定的產商 這些呢 不但是沒有建設基隆的一個問題 而是甚至這些錢 都不知道流往哪裡 他們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一個人所謂 都是基隆市民一起發自內心 來瞭解基隆 並且願意來改變基隆的 十二號選前之夜 拆糧行動晚會 邀請曹星成 顧良之頭 只有藍營大咖齊聚 雙方賣力吹出 各自支持族群 三天新聞 林仲華 郭思文 許宇軒 基隆裁縫報導